Live it up Live it up Live it up Hello 沈默路 我從日本回來啦 今天要跟你們更新的就是我的 8月新鮮後 那7月份沒有更新新鮮後的原因是因為 我在7月好像真的沒有買什麼 或者是可能有買什麼 但是那些東西沒有讓我特別驚豔 我就沒有拍成影片分享給你們 那8月新鮮後的部分呢 這些東西真的是我非常近期才接觸到 然後使用過後覺得欸真的還不錯 所以又可以把它們收集起來拍成新鮮後 分享給你們 那有一些是配件有一些是彩妝 波羅嗦馬上來分享8月份的第一樣新鮮後 首先是我新配的眼鏡 可能之前急急忙忙收醒的時候 不小心把我的眼鏡 不知道收去哪裡了 希望他有一天會自己跑出來我很想他 那那一陣子就沒有眼鏡帶嘛 我就是急著要配一部眼鏡 然後我就去大指一家眼鏡行裡面 配了這支新的眼鏡 我先戴起來給你們看 喔我現在戴眼鏡 好暈喔 這樣你們看得清楚嗎 他也是這種比較琥珀色的膠框花紋 然後是比較遠一點的眼鏡 我現在完全沒有看到 完全看不到鏡頭上面 我自己是長什麼樣子的 真好模糊喔 但我還蠻喜歡這支眼鏡 因為其實我的臉型還蠻挑眼鏡的 很多眼鏡戴在我身上都是看起來 你知道可能我自己本身的問題啦 所以我還蠻挑眼鏡 那我那時候試戴到這支眼鏡 我就覺得還不錯 因為它可以修飾掉我圈骨這邊 然後戴起來 整體來說我看起來也不會太呆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配了這支眼鏡 先讓你們進去看一下 它是這種琥珀色的花紋 那在中間鼻樑上面這一塊 它是做金屬的設計 所以我覺得整體看起來質感還蠻好的 然後這支眼鏡 我是在台北大指巷弄那一某一家眼鏡行配的 那一家眼鏡行的位置就在硬面房的旁邊而已 所以應該還蠻好找的 我有把紙袋留下來 它叫Parsley 對吧 這家眼鏡行 其實它有點顛覆我對一般眼鏡行的看法 因為我本身 雖然說我是大近視 但我其實非常非常討厭戴眼鏡 可能是以前 可能是以前配的眼鏡 不是那麼的適合我 或者是在厭光的過程中 沒有那麼仔細的關係 所以我以前戴眼鏡 我就覺得眼睛很不舒服 很容易痠或是 會有點暈眩的感覺 基本上我是不太愛戴眼鏡出門的 我出門一定是戴隱形眼鏡 那除非說在家 或是你戴隱形眼鏡戴了一整天 到了晚上真的要放鬆一下的時候 我才會換成我的眼鏡 那這隻眼鏡啊 他們在量視力還有一些厭光的過程 真的非常非常的仔細 我幾乎是從國小就近視一直到現在 所以我的人生中 有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近視的狀態 我真的沒有遇過一家那麼仔細的眼鏡行 這不是業配合 這是我自己去配的眼鏡 但是因為那個過程我真的是太滿意了 所以我一定要跟你們分享一下 他們除了幫你量基本的視力 然後閃光 以及一些左右視察的問題 再來就是 每個人的瞳孔中心點其實不太一樣的 像有些人可能眼距比較開 他的中心點就會比較外面一點 那有些人眼距近 當然他的中心點就會比較理面嘛 他可能有一些高低差的問題 他們連這個都量的很仔細 再來就是 這隻眼鏡我戴起來 真的沒有像我以前戴眼鏡 會容易給我覺得眼睛痠 還是暈眩不舒服那種感覺 所以不管是在配眼鏡的過程中 還是這隻眼鏡帶給我自己的感受 我都是還滿滿意的 那他們家鏡框選擇也滿多的 除了我配的這個品牌以外 這個牌子是這裡 其實我不知道它是什麼品牌 因為我覺得牌子不重要 重點是你戴起來適合比較重要嘛 那除了這個品牌以外 它好像是雷蓬還有一些韓國品牌 鏡框選擇其實是還滿多的 那鏡片的部分呢 我配用的是Hoya的鏡片 鏡片基本上也是不錯的 那價錢的部分也算是公道 最重要的是我覺得他們 整個服務的過程中是非常仔細還有貼心的 而且他們家配眼鏡的速度其實還滿快的 這隻眼鏡是我在沙巴回來的 當天晚上去配的 那我在配完眼鏡大概過兩三個小時過後 我就可以拿到我的眼鏡了 那不管是在我配眼鏡的過程中 還是我之後去拿眼鏡 我都看到有滿多 可能是以前在他們家配眼鏡的客人 把他們的眼鏡重新拿回去調整 比如說你眼鏡帶久 你的鼻墊可能會歪掉啊 或者是螺絲會鬆掉的問題 你都可以拿回去他們店 他們都會幫你做一次調整 還有順便做清洗鏡片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他們家在一些售後服務的部分 也算是還滿完整的 那這個就是我的八月第一樣新鮮後 它應該也是我的八月愛用品 我真的很喜歡這隻眼鏡 它戴起來讓我的眼睛覺得很舒服的感覺 第二樣是雅樣的全效新爽臉部防曬如 這支防曬也是這一個多月內的新鮮後 其實它是小米幫我一起買的 那上個月我們不是去宜蘭玩嗎 他就順便把這支防曬帶給我 那因為當時宜蘭的太陽還滿大了 再加上我們有些戶外的活動 我就把它當作防曬打底使用 那再來就是上上個禮拜我不是去沙巴玩嗎 我也是把它當作防曬使用 因為之前就還滿多人說這支防曬真的還滿有用的 再加上它有一些醫學界的倍數 所以我是還滿相信它的防曬效果 我就把它帶著 它這一個多月使用下來 再加上有兩次那種大曬太陽的戶外活動 像這次去沙巴 沙巴太陽真的很猛烈 我一直在說我曬黑了 可是其實我曬黑的地方是我的四肢 就是衣服以外的地方我有點曬黑 可是我的脖子到身體還有臉這一塊 是幾乎完全沒有曬黑的 所以我的臉用之前買的粉底幾乎都是還可以的 就不會說變黑很多階的感覺 所以我用以前的粉底色號幾乎都還是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一款防曬它的防曬效果 是真的真的還不來的 但是啊它的質地我覺得有一點點黏 先讓你們看一下 它是這種按壓式的設計 基本上使用起來是還蠻方便的 然後它使用的話就是這樣按壓在你的手上 讓你們近看一下它的質地 它的名稱叫做全效清爽臉部防曬乳清爽 你在推質地的過程中的確是還蠻清爽水潤的 不會說有很難推或是卡皮膚的情形發生 但是這一款防曬實際放到臉上的時候 我覺得那種黏感跟悶悶的感覺 會稍微比較明顯一點點 所以我沒有辦法天天使用 因為天天使用的話 再加上你後續要疊一些底妝 我會覺得整個妝感會有點太悶的感覺 所以我不會天天使用 我只會在需要進行長時間戶外活動之後 把它當作臉部的防曬打底使用 那基本上平常的話呢 我還是用離婦保水這一款防曬比較多 那這兩款比起來 離婦保水這一款可能清爽度還是稍微比較明顯 那防曬力的部分只是雅樣這一款 會比較略勝一籌的感覺 因為我本身是會長斑的體質 所以這次去沙巴回來我有稍微觀察一下 我的臉部除了曬黑以外有沒有長新的搬出來 那觀察結果是曬黑沒有顯 很沒有顯 顯是什麼 臉沒有曬黑的很明顯 也沒有長什麼新的搬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款防曬是有一定的防曬效果以上 但唯一的小缺點就是它的質地真的不是那麼的清爽 所以我會是活動需求再來斟酌使用 接下來是OPYU的霓虹眩色光唇釉 色號是RD03 現在屈城市也可以買到OPYU他們家的產品 那這款就是我在屈城市發現的 其實這款唇釉它已經做了包裝上面的改版 我手上這個彩虹包裝它是舊版的 現在新款的包裝是銀色的包裝 所以如果你們現在上屈城市的購物官網看的話 應該會是新的包裝 那因為我是在門市買的 所以我那時候買到是比較 比較舊的包裝 這個色號啊 我刷色讓你們看 它是之前還蠻多人在討論的RD03 RD03的色調偏像乾燥玫瑰加上豆沙色調的感覺 是一個還蠻顯氣質而且百搭的顏色 而且這個色號非常非常類似 我之前搶到翻七光唇釉407那個色號 所以如果你搶到407那個色號 或是你預算有限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OPYU這個RD03 它應該可以當作407的平價替代版 我今天的唇彩使用就是RD03這個色號 我覺得這個色號真的很漂亮 因為它就是一個很溫柔的乾燥玫瑰色 土色的成分也不會說太過明顯 反正凸顯不出氣色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放在日常使用 也是蠻適合的一個色號 那接下來的秋冬妝容也很適合使用 其實我今天的妝容搭配 就是走一個比較秋天色調的感覺 比如說霧面的咖啡色眼影 以及比較裸粉色調的腮紅 然後最後再搭配這種乾燥玫瑰色調的唇彩 身體看起來就有那種秋天有點憂鬱的感覺 但是像這種光澤型的唇彩 它的吃色力好不好呢 我又拿出我的水杯了 現在直接喝水給你們看 好 嗯 光澤型的唇彩多少都會轉印 應該算是一定都會轉印 有看到嗎 內外都會轉印 但是現在唇部的狀態呢 嗯 我覺得還殘留大概有八成左右的唇彩耶 它頂多只是你唇彩表面的光澤 會被印到杯子上面而已 但是不會說整個顏色都凸落 然後你的素唇 素唇全部都跑出來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吃色效果是還不錯的 這是剛剛的刷色嘛 我現在準備一個乾淨的卸妝精 做卸除給你們看 你看 它是有一點染唇效果的 所以相對的 它吃色力表現的確是還不錯 但是它不會染唇到有那種刺青感 你晚上會不好卸妝的感覺 基本上你只要使用一般的眼唇卸妝液 就可以把它卸得還蠻乾淨的 所以這支唇用應該算是我八月新鮮後 裡面還蠻滿意的一個戰利品 但是我比較喜歡它新的包裝 雖然說這個彩色包裝也是蠻可愛的啦 但是我更喜歡銀色包裝那種酷炫的感覺 所以如果有喜歡其他色號的話 我覺得我應該會再去補充其他色號 接下來是妮維亞的保濕深層眼部卸妝液 我之前比較常用的是露德金還有龐式的眼唇卸妝液 那有一天五一間發現妮維亞的眼唇卸妝液 買一送一 我就抱著一個撿便宜的心態 我就把它買回家用了 你看這是我第一瓶喔 因為買一送一有兩瓶嘛 這是第一瓶 我才用這樣子而已 我就等不及要趕快跟你們做分享了 我會喜歡它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它不會很油 因為有一些眼唇卸妝液真的太油了 你卸完你甚至會懷疑你剛剛是不是用了眼唇 不是用了卸妝油來卸眼周這一塊 真的太油了 其實我不喜歡那種油油膩液的感覺 再來第二個就是它不會熏眼 因為有些眼唇卸妝液它會 只要有點刺激眼睛 你的眼睛就會不太舒服嘛 所以基本上我非常不喜歡會熏眼的眼唇卸妝液 再來第三個就是它的卸除力表現 的確是還不錯的 用它來卸一些防水型的眼線液 或是睫毛膏 也都可以獲得一個還蠻不錯的卸除效果 而且它容量不小耶 它一瓶有125ml 那我記得它原價是一瓶299ml 如果你趁買一送一的時候買 一瓶只要以150塊的價錢 你就可以買到這麼大一瓶唇卸妝液了 所以我覺得在一些使用感受上面 還有價錢上面的CD值 都算是還蠻不錯的 接下來是UNT的太陽感光紫彩釉 以及太陽釉亮保護膠 這去日本前我沒有太多時間 可以做新的光療紫彩 那我就想到說如果你擦指甲油 可能你在外面買東西啊 或是搬行李 你的指甲油很可能會因此就脫落落彩 可是你出門參加活動 你的指甲油落彩 其實看起來會很尷尬嘛 那我就想到之前UNT有出這種 號稱不用照光就可以獲得 跟光療一樣效果的紫彩產品 我就在去日本前趕快買了幾瓶回來 幫自己的指甲餓補一下 這兩瓶光紫彩油的功能 其實就跟一般的指甲油一樣 是幫你的紫彩增添不一樣色彩用的 那你擦完光紫彩油 最後呢你要再疊上這個保護膠 這個保護膠的功能 如果你們之前有做過光療的經驗就會知道 不管你換了什麼樣花色的指甲光療 最後美甲是一定會在你的指甲上面 再塗一層透明的保護膠 然後再照光 這樣你的光療才會完成嘛 那其實這個保護膠就跟那個功能是一樣的 唯一的不同就是它不用照光 而且這系列的紫彩啊 它乾的速度還蠻快的 甚至比一般的指甲油還蠻快 所以我個人是還蠻喜歡它用起來 還蠻省時方便這一點 那在持久力的部分呢 我現在手上使用的就是這一瓶 它是NV205 是有點類似水泥灰加上微微綠色調的感覺 那最後我有再疊這個保護膠 這個紫彩啊 是我去日本前一晚擦的 然後一直到現在 今天是禮拜五 過了五天 它都沒什麼脫落 讓你們親看一下 都還蠻完整的 然後亮度也都還在 還有另外一手 有沒有看到 所以我覺得它的持久力的確 是會比一般的指甲油 還要來得好一點點的 這系列的紫彩 我覺得操作起來還蠻方便的 像這個光紫彩用啊 因為它質地是偏向醜一點點的 所以我會建議 以少量多次的方法來上色 大概疊個兩次左右 顏色就還蠻平均飽滿的 那接下來只要在第二層紫彩上面 再疊上這個保護膠 大約靜置五分鐘的時間 紫彩就可以完全乾燥 所以我覺得在操作上面 還有它乾燥的速度上面 都還蠻省時方便的 有機會我會再幫我的紫彩 換新的顏色 最後是結合行動電源的 大理石手機殼 我是一個很懶得帶行動電源出門的人 我寧願手機沒電了 我也不想要再被一個很重的 行動電源出門 然後有一次跟Jessica 一起參加活動的時候 我就在那邊說 欸我手機快沒電了 她就說 你手機快沒電了 那我建議衝啊 我就想說好啊 如果她剛好有帶的話 就跟她借一下 結果她就把她手機殼拿出來 她手機殼長得跟這個一樣 然後就把她拔起來拿給我 我想說你幹嘛把你的手機殼給我 她說沒有沒有 這個就是行動電源 我當下覺得哇賽超酷的 居然有這種 手機殼結合行動電源的東西 因為一般的行動電源 都是你要帶一個電池 再帶一條充電線嘛 那那些充電線 放在你的包包裡面 有可能會跟你的鑰匙還是唇膏 全部都纏在一起啊 然後那顆行動電源又很重嘛 反正我覺得是一個很麻煩的東西 但像這個啊 手機殼結合行動電源 該怎麼稱呼她 就是行動電源手機殼 你就只要帶這樣子一個殼出門 而且她可以直接卡在你的手機上面 完全不會再佔用你包包的任何空間 那她使用方法也很簡單喔 她的外型就跟一般的手機殼一樣 有看到齁 但是她的側面會稍微厚一點點 會比一般的手機殼還要厚 因為她後面還是要藏一些電池的東西嘛 那她使用方法很簡單就是 你只要把你的手機往底下這個卡榫插進去 有看到嗎 然後她後面這邊會有一個按鈕 按下去 你的手機就會開始充電了 有看到嗎 先看一下 你看充電中 是不是超方便 而且這個行動電源手機殼 它充電的方法也很簡單 一般我們iPhone不是都會有自己的充電線嗎 你只要把充電線豆腐頭那一頭接上電源 然後另外一個插頭往 手機殼底下這個洞洞接進去 你的手機跟行動電源就可以同時充電 所以充飽電之後 不僅你的手機本身的電量已經滿了 再就是行動電源它的電量也已經滿了 你出門只要把這個東西一起帶出門 你的手機沒電了 你只要按下這個開關 你的手機又可以開始進行充電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很偉大的發明 就可以幫充飽省空間 電力補充的部分 我沒有太特別研究這部分的數據 但以我使用這段期間下來 它大概可以幫手機充個一次半到兩次左右 所以我覺得以體積這麼輕巧的行動電源來說 它的電力補充算是還不錯的 而且它的造型也算是滿時髦好搭配的 它除了黑色以外 好像還有白色跟粉紅色吧 但是因為我的白色代理石單品真的太多了 所以這一次我就選了黑色的 算是滿酷炫的吧 好那我的8月新鮮後就分享到這邊啦 往後也會持續發掘好用好玩的小物 繼續在新鮮後這個主題跟你們做分享 如果喜歡這個主題也可以留言跟我說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也別忘了幫我影片按個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